最好吃的青蔥 人家說的 真月蔥是最好吃的青蔥 為什麼講說真月蔥是最好吃的青蔥呢 事實上蔥桿的這層黏液的話 就是你如果給它打開的話 裡面會有滑滑的透明的 滑溜滑溜的像鼻涕一樣的東西 這種東西的話我們就稱之為多醣蹄 就是真月的時候 到動員節之前 照正常來講都會有啦 以真月的蔥是最好吃的口感是最好吃的 最精緻的 韭菜這個種菜它一年都沒有休息了 一年四季都有 那品質最好是什麼時候呢 品質喔 品質就是在這個青年的前後 就是農曆二三月的時候 二三月 跟我們日本年的中秋 中秋過了後 老人家坐這段時間 前幾年前 我有看到一個 大學教授研究的報告 他說這個韭菜要炒蝦仁 對… 對男人來說是幫助很大 我看過這次是請問的 文化吃的 那些人很強烈 冬天的話就是會有會竹筍 還有剛才提到的那個漸筍 然後夏天就是綠竹筍跟麻竹筍 對…然後再來冬天也有冬筍 對…所以一年四季都是可以吃到竹筍 这个立竹笋盛产的季节 应该就是盛夏 就是夏天对不对 端午节前开始 两个礼拜我们就可以开始 在北部才开始采收 对 会比东南部还要再晚一些 就是天气它没有像南部那么热 对 它比较寒冷 所以它速度比较慢 那可以一直采到什么时候呢 通常我们采到白鹿之后 就会开始流竹笋 那他们说这个立竹笋 都是要挖那种什么 没有冒出头的是吧 那个是最好的 因为它还藏在土里面 所以它竹笋一冒出来 就会形光合作用 有苦味 对 会有苦味 就挖完之后要把洞再埋起来是吧 要 因为它这边还会再长竹笋 它通常的话往下延伸 大概可以一边大概一只竹子 两边可以长八只竹笋 所以一只竹子 它可以大概有七八头竹笋 对 那它可以持续采啦 如果你把八只竹笋 留下其中一只让它继续长 它旁边的侧芽还会再长出来 然后还会再长竹笋 对 那我们刚刚采回来的竹笋呢 竹笋要挑选的话就是 要白 要弯 要肥 对 那这种竹笋的话 都没有绿色的 那它本身的话它的甜度就 跟细嫩度都会够 那这个竹笋要种的好吃 你觉得关键是什么 那我们的做法的话就是 我们是先把土照顾好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 我们会用自己做的肥料 堆肥 堆肥 是 然后 尽量让土壤的那个 松软度 维生物 跟 那个 里面的养分 比较健全一点 对 那它长出来就会比较好 你的哲学就是 我们这边的芋头呢 它跟大甲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是因为我们是因为我们这边的淀粉质会比较多 它会比较白一点 我们先进的条件就是我们这里的水质 含了丰富的石灰质 所以对芋头会比较好 然后对芋头它吸到这个水质之后呢 它就会产生更多的淀粉 更多的那个膳食淀粉 膳食纤维的淀粉质出来 那它的话就是会越来越好吃 然后也会越来越白 现在做我们就是最传统的吃法 也是我们就是小时候呢 外婆啊 他们呢都会做的方式 所以就也是最简单的方式 那我们就是直接做清蒸 然后加一些的酱油 其实因为我们芋头的害虫还蛮多的 像这一棵呢就可以看到 明显的就是完全是被腐朔罗给吃掉了 所以会有一个坑坑巴巴的地方 对所以的话很多人都 很多人他们就想说芋头很好种 其实不是 其实芋头它照顾还蛮难照顾的啦 然后而且一年就只收这一次而已 对那我们的话一年 有时候就台风又很多 像今年台风也很多 然后所以会导致我们的农作物 损失的还蛮多的 对所以的话我们都真的是靠天吃饭啦 我们这边的蒜头和油水会比较大一点 因为我们这边有那个土屋算漏水枯的嘛 我们都有漏水的嘛 牡与都清水嘛 它没有那些矿物水啊 便室比较好 比较高的都比较险的 所以我们台湾的土屋整个最好 尤其是在我们系统里才有的 那通常这个生蒜一斤要多少钱来 就是一般的蒜晒干的时候 生蒜晒干的话 现在我们买大概一斤六十几块左右 那做成黑蒜之后呢 那做成黑蒜就变成 如果一斤就变六百块 所以这个是没有剥开的黑蒜头 对没有剥开黑蒜头 它剥开里面就是黑色的 其实就是已经是软 跟软糖一样 对跟软糖一样 那就是它感觉是类似乌莓那种 它就是我们会先进一个高温的箱子 是 那那个箱子是完全密闭的 是 它会抽风 然后它 我们可以控制它的温度和湿度 那就是经过大约三十天的时间左右 那黑蒜头它就是从原本的黄色 它变咖啡色 那最后越变越深就变黑色了 蒜头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 它蛋白质会转化成18种含基酸 是 大概是蒜头的1.5倍 是 是 那碳水化合会转化成果糖 是 所以黑蒜头是甜的 那黑蒜头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 它没有蒜头的辣味 和那个蒜味都很轻 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什么 它自我本身的熟成的过程就对了 对 是熟成 那它跟发酵不一样就在于 它没有任何微生物任何作用 你只是控制它的温度湿度而已 是 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就是纯天然的 所以它大概就是三四十天之后 它就变成这样 是 我们要看成熟的大白菜的时候 要摸一下看看有没有硬 比较软的 表示是还没有成熟的 一摸就知道了 因为它的硬度跟那个成熟硬不一样 那个大白菜的话 我们可以用来 大白菜炒蛋 所以说在麻祖的话 这个是当季的最好吃最甜的 这个在台湾也没有人这样弄 没有没有没有 台湾人不会大白菜拿来炒蛋 对不对 不会 这个也是麻祖的家常菜 家常菜 家常菜 这个是卤白菜 我们搭白菜跟排骨下去卤的 这个味道的话蛮浓的 就像台湾的那个北菜肉 对… 就是这个 就是这样子